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現有抹瓶未開封的蒸餾酒 其外面標示 標籤上標示25%的體積 百分之濃度 這個是體積百分之濃度 然後這個是2000cc 2000ml 然後它的密度是等於0.8 那他不能說 這一瓶酒它的重量百分之濃度是等於多少 我們假設 我們知道這個酒是酒精的水溶液 我們假設說 酒 酒跟水混合的話 它沒有起反應 它的體積是可加強的 可加強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有500cc的水 加500cc的酒精 加進去以後 混合完以後 剛好是1000cc 它的體積不會膨脹 也不會縮小 就剛好是酒精 加水的體積 我們做這樣的假設 然後呢 來算什麼 來算它的這個重量百分之濃度 首先 我們先把什麼呢 先把這個 酒加水的總質量 把它算出來 因為它混合的密度是0.8 所以酒精加水 它的總質量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那個 D RV D6 是0.8 乘以呢 277 2 乘以10的3次方 286 1.6 乘以10的3次方 m Cm的3次方 好 再來我們算一算 那個什麼呢 27000cc裡面 有多少水啊 它的體積有25%的酒精 它就有75%的這個水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水的體積有多少 就2000cc的那個 那個 酒裡面的話 有多少cc的水 就是2000cc 2乘以10的30萬 那乘以多少 乘以75% 因為25%是酒精 75%是酒精 75%是水 75% 75% 75% 8% 這個倒打 這個是等於4分之3 75%是等於4分之3 75%是等於4分之3 2 2 4 1.5% 1.5% 乘以10 多少 這個是4分之3 1.5%乘以10的30萬 這是立方公文 這是水的 但是我們調的水的密度是1 所以那個水的質量多少 水的質量 就等於那個水的密度1 1.5%乘以10的30萬克 所以他有1.5%乘以10的30萬克 所以水有這麼多 水的質量這麼多 總質量是這麼多 所以他那個酒精 酒精的質量是多少 酒精的質量 酒精的質量 就等於那個總質量 總質量是1.6%乘以10的30萬 扣掉水的質量 1.5%乘以10的30萬 所以0.1%乘以10的30萬 所以0.1%乘以10的30萬 就是100克 所以100克的酒 也就是說 1.6%乘以1600克的酒精 他有100克的酒精 所以他的重量百分之濃度 是等於多少 就是等於容子的重量 容子的重量是100克 那除以多少 除以容义的重量 容义的重量 是這個 這個單位寫錯了 這個單位是克 因為已經乘以密度了 這個單位是克 除以溶液的質量 這個是溶子的質量 除以溶液的質量 1.6 就是1600 1600 所以是16分之一 16分之一 你罰除以除的話 就多少 就好像是0.06 1除以16 0.06 0.06 0.06 6.25 重量百分濃度 是6.25 這個差很多 為什麼會差那麼多呢 酒精的密度很輕 酒精的密度一定比這個還輕 因為混合以後是0.8 我們可以算一下酒精的密度 如果以這一體的話 酒精的密度是100克 酒精的體積有多少 這個是2000 乘以多少 百分之二十五是四分之一 四五二十 所以五百 所以酒精的密度很低 只有0.2 酒精的密度 酒精的密度 應該不會這麼低 酒精的密度 應該不會這麼低 這個地方公 如果以他這個題目的話 酒精的密度只有這麼多 但事實上不是啦 酒精的密度大概是0.8 所以你混合起來的話 這個混合密度應該是0.9 多才對 不過這題目它是這麼粗 所以你 是6.25% 答案就是6.25% 重量百溫濃度 是等於6.25% 是的